谈谈电力股、华阴电力的836,这个是Billy来的 他19.5%有货,他说要不要止蚀呢? 其实穿了17元,你懂得止蚀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来的 当然,在这些位置止蚀,你总会有一个风险就是止蚀,然后打 甚至可能有机会,这些股份是典型发生什么的股份 基本因素,问题真的不大 市场会不会对于1月份很多火电行业蚀钱有个很意外的状况? 也不会,但问题是市场会不会很意外? 在8、9月份,即是上年第3、第4季的火电股升那么多上来 这个绝对你会想起,你现在马后炮看上来 没有人猜到会升那么多 最多都是升起上来的时候,大家都是跟红顶白这样追 所以这些股份面对着问题 其实跟科技股上年的状况有点相似,就是上年升了很多上来 开始要做个调整,又没有一些新的上升趋化剂 所以形成一个炒作人数,所以形成一个调整值口 所以中长线你放了很长时间,这些股份又不是真的不行 但短线面对着调整压力自然是非常之大 所以我觉得分水嶺17元这些位置是应该要止一止舍的 因为你守不住17元,特别近期弹完上去都站不回17元楼上的话 赔回14元这些水平,机会十分之大 穿14元这些位置,真的14元都穿了 才开始有些很不备的状况 或者你会很担心的情况在这里 但是你19元买,没理由去到14元才开始会投降的嘛 所以我觉得你近期19元这些水平买的时候 无论是持有了一段时间也好 或者说近期才去追也好 17元这些位置站不穩,其实是应该要拿走的 问题就是走完之后有机会再低位去迫 所以接近14元这些位置再去迫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风电股、绿色能源股份上 我们看问题就关火了 而图表上你可以预示很多来今来死亡交叉 有机会出力 上年升了这么多 这些股份调整我觉得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视方经常说最怕就是说 这一两年升了很多的股份 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上升趋化剂的话 基本因素也好,短线也是要调整 所以分清了自己做中长线还是短线投资 每天看着股价的话当然先走了 总有机会去买 但是中长线的话 这些位置人家手下手下有机会收回20元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未来半年的过程会很痛苦